書展首日見人龍,香水才是my favorite 這裡有人,這裡又有人 剛在昨天開始的香港書展一月以往的25年 第一天開羅就人山人海 香港人的閱讀氣氛難道真的那麼緊? 這些熱愛看書的朋友最喜歡看什麼呢? 馬上找最長的人龍看題 無敵贈品大便賣 聰明的香港人買任何東西都計過讀過 他們在書展排隊要買的絕對不是什麼文學大作 而是訂閱到家可以賣的女性雜誌 事關在這裡訂雜誌比較便宜之外 還送上香水和化妝賞品 其實都已經見怪不怪 香港不同類型的展覽都以便宜靚正來吸引市民入場 不過今年參戰商都出了一些奇招 例如放紙紮公仔或骷髅骨來增加恐怖氣氛 結果傳聞就嚇到小朋友